《 心帝國》 大家好,歡迎收看《 心帝國》 今天我們講的電影是《 角色埃成 金剛 心帝國》 由於接著的內容在這裏劇透 所以聽這部電影後,先回來看這部影片 打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提到想做一些實際的支持的話 可以透過成為會員和 Superfans 以價值需要成為會員,便可詳細失敗部份的影片 以及需要其他會員的專屬福利 好,我們正式開始 《 角色埃成 金剛 心帝國》趕述 經過上次的香港大地後 金剛就住在地心世界 和住在地面的《 角色埃隔離》 但因為金剛牙筒回到地面 以及摩羅收到奇怪的訊號 於是他們決定一探究竟 然後金剛就在一個未知的區域中 以外發現自己的同伴 但很快就發現他們全部被刀包王勞役 結果金剛就不敵刀包王以及被控制的石木 於此同時,人類那邊找到僅存的依偎族 於是上一集的女生Gia 周恩招於賢,照顧摩斯拉 然後感應到Gia 所在地的金剛也隨之道場 於是人類那邊就為受傷的她安裝手套 很快就發現刀包王帶著她的手下準備攻入 於是金剛只好返回地面找賀斯拉 然後在摩斯拉的幫助下 賀斯拉與金剛一起攜手作戰 更解除刀包王對石木的控制 成功合力打敗刀包王 角色在成金剛、心底角 無意在近期少了的荷里活大片 畢竟因為上年罷工的緣故 導致大量電影押後 而作為怪獸宇宙系列的第五集 今集各成成功 平行怪獸和人類之間的氣氛 畢竟以往作品的弊病 就是人類的氣氛太多 觀眾就是想看一些無路的打鬥情節 還記得上集在人類方面有不少的反智情節 例如整班人前面的基地都沒有被人發現 建立著用酒、成為機械哥斯拉等 看來製作團隊 還要摸清楚觀眾需要的東西 但來到怪獸宇宙的第五套作品 這個宇宙都在靠哥斯拉和金剛撐場 如果要進一步發展 就需要介紹更多的主要角色 畢竟哥斯拉和金剛 不能一直打下去 總括而言 哥斯拉成金剛、心底角 模擬一套充滿觀能自己的作品 確實能夠令大部分觀眾滿意 只能說這十年來 怪獸宇宙成功摸索出屬於自己的路 比他努碌十年 但最後失敗的DC 這個宇宙明顯成功得多 但都看得出怪獸宇宙系列 其實正在見步行步 他們之前更推出劇集 Moroc Legacy of Monstars 以補完電影之間的時間線 個人認為這個做法不錯 將人類故事集中為劇集 而電影則繼續被怪獸打鬥 但中國有十集的Moroc Legacy of Monstars 就明顯太過擁場 尤其中段主角三人組的拉扯 如果濃縮成八集會更好 期待第二季的表現會更好 至於最後我給你推薦亭多維 上次就看 以上就是今期 要問分析的內容 如果想看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還有follow我的IG 你的支持 絕對下集中的影片是最大的動力 這裡是Morocrophy 我們下次再見